这本名为WARP的《思考心理学》,副标题是打开梦想和成功的秘诀。 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许多人认为对美好的未来充满希望,并最终能够实现。 百事2010年的一份调查表明,9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乐观情绪可以带来很大的影响力,并将整个社会推向一个正面的发展。 75%的受访者称,即使前景不明朗,他们也会对未来充满期待。 但这本书的作者加布里,却持有另一种观点。 他是美国纽约大学的一名心理学教授,德国汉堡大学的一位教授,来自德国。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他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和分析,结果表明,乐观并不能激励人们采取行动。 忽视现实和对未来的盲目乐观,不但没有给你带来动力,反而会让你的梦想无法实现。 他还发现,最好的实现方式就是想象未来,并充分考虑现实中的阻碍。 这将使我们在实现自己的梦想之路上更加深入。 随后,恶廷根又对自己的研究进行了改进,并提出了一种更能激发人们追求梦想的思考方式。 这个系列的四个关键字是,愿望,结果,障碍计划。 恶廷根将两个人的英文缩写合并起来,命名为思考。 恶廷根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编成了物谱思考心理学。 此书一经问世,便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著名的报纸都对其进行了报道。 诺贝尔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赞扬这本书,发人深省,条理清晰,能使任何年龄层的读者都能从困难中解脱出来。 以下,我将以三个章节来介绍这本书的要点。 第一,为何乐观有时并不奏效? 第二,什么是物质的思考? 第三,怎样实践物理思考? 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何有些时候乐观并不起作用。 作者认为,乐观主义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以往的经历,而乐观主义者称之为乐观主义。 一类是一种只关注当前的愿望,而忽略了实际障碍的乐观主义者。 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为乐观主义。 这两种乐观主义在行为上有不同的效果。 就像是减肥一样,有人会认为我曾经有过减肥的经验,所以减肥并不容易,但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 但也有人认为,即使我减肥失败了很多次,我也坚信,只要我足够乐观,我就能瘦下来。 研究人员发现,大部分人对减肥都有很好的效果,而那些充满希望的人则缺乏行动能力。 而且减肥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经过大量的研究,笔者发现,不管是学习、工作、人际关系、政治财务都会使人的行为受到影响。 在考试之前,他们都在幻想着自己能考出好的分数,而担心自己考得不好的同学,则会在复习中下苦工取得不理想的成绩。 对于那些希望能轻易找到一份工作的人来说,他们投的履历更少,而不是像在位求职而发愁。 此外,本文还对自1993年至2009年间美国总统发表的就职演讲进行了分析,显示了奥巴马对前景的乐观程度。 在他的任期内,国内生产总值和失业率都会下降。 在另外一个实验中,研究者仅仅要求他们在几分钟内对自己所期望的事情进行一次乐观的幻想。 例如考试成绩好,参加派对,看了自己喜爱的节目,等等。 一周后,所有人都说他们的注意力不集中,任务也越来越少。 仅仅是乐观的几分钟就能改变一个星期的成绩,这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 为什么乐观的想象会产生如此消极的影响? 有两点理由。 第一点是,对于大脑而言,想象力就像动作一样,都是一种行为。 头脑很容易相信想象中的场景。 很多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 比如说,当人在做运动时,会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脏跳动,就像是在做一场真正的运动。 当你开始做一个乐观的想象时,你的大脑就会认为你的梦想是真实的。 你的心就会放松,然后你就会开始享受你的梦想。 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他们的血压会显著降低,身体上也会处于一种放松,平静甚至是昏昏欲睡的状态。 这样,人们就会失去动力,变得懒洋洋的。 特别是在面对复杂问题时,这种乐观的想象更有可能成为累赘。 比如,外科医生、核电工程师、交通指挥。 他们的工作需要高度的注意力和反应能力,要让他们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出色的专家,可以应付各种问题,但这只会让他们的工作效率下降。 乐观的想象会有消极影响。 第二个理由是,这会使我们收集的客观资料发生偏差,从而使我们无法找到真实的梦境。 追求一个理想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目标。 这是一个值得去做的梦。 比如一个一百斤的胖子,他就会想象自己一个月能瘦十斤,四个月就能达到六十斤。 这句话说得很好听,但却一点都不靠谱。 懂医学的人都明白,减肥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它需要一场长期的战斗。 这么短的时间内,体重大幅度下降,对身体的伤害很大,而且很有可能会反弹。 对于胖子而言,不管他有多迫切地想要减肥,但他必须明白,短时间内减肥是不可能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月减两公斤或者更低的体重。 但那些沉浸在乐观幻想中的人却无法保持客观。 他们看到的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未来,失去了理智,去追求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 这导致了不断的失败。 以上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十乐天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梦之杀星。 但是,作者并没有完全否认这种乐观的想法。 因为在有些时候,这种幻想会给人带来一些好处。 这本书有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当一个人必须要有一个乐观的想象时,他必须接受他的命运。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乐观的幻想会使人丧失行动能力。 但是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中,人自己也无法解决问题,更不用说受到阻碍。 这种时候,最大的成功就是乐观的想象,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集中营,有些囚犯在面对饥饿和绝望的时候,会收集食物,比如巧克力、蛋糕、饺子、土豆、沙拉。 许多人都是通过写菜谱来想象自己的未来,从而有了生存的动力。 第二个例子是,要解决的问题很容易。 乐观的幻想会妨碍我们的行为,尤其是在一些困难的事情上。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工作与学业。 但是,要达到目的,所需的行为是十分简单的。 而乐观的想象则能提升我们的注意力。 当你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马上去做。 比如说,我很乐观地认为,某款手机会有折扣,但是否降价与乐观与否无关。 但是,乐观的心态会让我更加专注于广告。 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只要多刷点网页就可以了。 假如,这款手机真有折扣,我可以迅速找到杀猪手。 第三个例子是用乐观的想象来缓解短期的消极情绪。 乐观的幻想可以让人冷静,从长远来看会让人失去动力。 但如果是有严重的情绪问题,甚至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冷静下来。 别的事情可以不管,乐观的想象能给他们带来快乐,让他们暂时振作起来。 但是要注意,乐观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紧急办法。 如果没有别的方法来解决情感问题,那么这种快乐的感觉就会随着消极的情感而逐渐消退。 正所谓,借酒浇愁,越喝越伤心。 好了,在此,我们把第一个方面的意见归纳为两个方面。 相反,乐观主义是建立在以往的经历基础上的,而非现实的乐观。 许多研究表明,乐观的幻想会使人们失去行动能力,从而妨碍他们的梦想。 当一个人在幻想中的时候,他的头脑会认为他的梦是真的,他就会放松,不愿意去做。 既然乐观并不能奏效,那么我们如何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本文的回答是普遍性思考。 接下来的第二节,我要讲的是什么是物质的思考。 它包含两种心理活动,即心理对比和执行意想。 我们分开谈吧。 从心理上来说,这场比赛是错误的。 是的,就是在设想未来的时候,要考虑到现实中的阻碍。 在这项研究中,笔者发现,当一个人的梦想能够成为现实时,他的内心比可以激发他的动力,让他能够真正地去做。 这位作家请了90名电脑学院的同学,做了一个试验。 在试验之前,研究者要求同学们评价提高他们的数学分数和他们的重要性。 在试验开始之后,同学们被分为三个小组。 第一类是心理测验小组,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数学学习越多,找到工作越容易。 其次,他们开始思考诸如懒惰和被同学打扰等实际困难。 第二类是单纯的幻想学习,没有考虑到实际的障碍。 第三类为实际障碍类,仅考虑实际困难,不必妄想取得进步。 两个星期之后,这位作家再次访问了教师,并对他们的改变进行了研究。 他们发现,比起那些想要获得更多的成就和更多的实际困难的人, 他们在学习上更加努力,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而那些仅仅沉浸在乐观的幻想中的人, 那些看见了困难的孩子,他们就不会再下功夫了, 所以成绩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这是由于心理上的反差将梦想与困难仅仅相连。 当梦想成为现实时,阻碍的含义就会更加正面。 我们会把这些困难视为指引我们前行的道路。 而当他们被克服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 这样,阻碍就从阻碍变为通往梦想的阶梯。 这样的思想可以加强信心,激励士气,使人真正地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心理比对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 当一个梦想成为不现实的时候, 它会让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放弃去追求新的梦想。 其中一项实验室,一组女性被要求与男性模特进行心理对比。 研究发现,当女性觉得她们难以与男性模特进行心理对比之后, 她们的工作积极性就不会提升了。 只有那些认为自己可以和男模特在一起的女孩, 才会更加努力。 这是因为,最有益于人的梦想, 是与自己的能力相匹配的, 是以过往经历为基础的梦想。 这个目标是最有可能达到的。 当人们把梦想与困难结合起来的时候, 他们会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理想是否合理。 当他们意识到这是不现实的时候, 他们就会抛弃这个目标, 去追求一个可靠的新的梦想。 另外,心理对比可以让人更好地应对批评。 通过对外部批评的分析, 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并进行改进, 从而提高自己的不足, 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 虽然人人都知道批评能让人进步, 但很多人都喜欢听好话, 而不喜欢别人的看法。 而笔者则发现, 在进行了心理对比后, 他们会将批评视为需要克服的一道砍, 这是一个可以被弥补的缺陷。 这样,他们就会开始思考如何去克服这些问题, 从而在批判中得到进步, 从而更加接近自己的理想。 心理对比的结果还可以从身体上来看, 有一个试验表明, 不管他们的期望达到了什么程度, 不管他们的期望达到了什么程度。 在幻想结束后, 他们的血压会降低,不想动。 而那些通过精神对比的人, 他们认为自己的愿望能成真, 那么他们的血压就会升高, 他们的身体就会吸收更多的氧气和养分。 在一种准备好的兴奋状态下, 很容易采取行动。 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欲望是不切实际的, 那么他们的血压就不会上升, 这两者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对不同领域的研究, 作者发现, 无论是心理比较还是心理比较都能显著提高人的行为能力。 但是, 作者同时也提醒我们, 只有在恰当的顺序下才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首先是对梦的想象, 然后是对困难的思考, 这样可以将二者连接起来产生一种动力。 在试验中, 笔者发现, 在想象出一个问题之前, 先思考问题, 然后去想象, 这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就拿小张来说, 他的理想就是考一个好的分数, 但是在考试之前, 他还要参加社团活动, 再加上要去参加一个重大的晚会, 这一切阻碍了他的复习。 小张要是想着去参加晚会, 想到自己考了个好分数, 心里就会想着在晚会上碰到谁, 干些啥。 他没有料到, 派对占用了他的复习时间, 阻碍了他的好成绩。 只有在想出了一个好的分数之后, 小张才能将这个派对看作是一个阻碍他实现自己梦想的障碍, 并且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好的心理对比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 我要说的是什么? 他和心理对比形成了一种物质的思考方式。 执行意愿的理念来源于作家的丈夫, 同样是心理学教授的彼得·戈尔维策。 当作者们在进行心理对比时, 彼得正在寻找最有效的方案。 我们都知道, 一个清晰的计划可以帮助我们的行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许多计划并没有被实施, 往往会中途夭折。 是否有一个可以使我们继续前进的计划? 经过一系列的试验, 彼得发现, 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做一个计划, 会有更长远的影响。 他的形式是, 一旦出现状况, A就会采取措施, B。 这样一种方案被称为实施异想。 举个例子, 一个推销员试图战胜压力, 他的目标可能是, 当我感觉到压力时, 我会告诉自己, 这是该区域内最优秀的销售人员。 而对于一个即将毕业答辩的大学生而言, 他的目标是, 早上十点, 我会在这里做一篇文章。 通过对数百个试验的分析, 彼得发现, 执行异象对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可以使他们保持自己的行为。 这也可以使人们集中精力, 在达到既定的目标之后, 仍然不会放松, 并不断地向新的目标迈进。 实施异想之所以起作用, 是因为它能迅速地在情境与行为之间形成反应。 我们在执行异想时, 会设想所遭遇的情景和行为。 所以, 他的大脑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而且很迅速。 就像之前提到的推销员, 他一紧张, 就会马上想到销售结果。 这种反应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而不是被自己的意志所左右。 拖延, 能提升工作效率, 克服困难。 研究人员发现, 实施异象与心理对比, 是相辅相成的。 通过心理对比, 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个可靠的理想, 然后采取行动, 去克服困难。 这就是实施异象有效的先决条件。 而执行异象帮助我们更有效率地克服困难, 并坚持下来, 从而避免了三天三夜的偷懒。 两者配合起来, 效果会更好。 本文提出了一种将心理比对与实施异象相结合的 物非思考的思路。 该思路由明确愿望, 想象, 结果, 思考障碍制定四个阶段组成。 普罗米修斯就是由此而来。 沃普思维对他的移动速度有了明显的提升。 其中一项研究中, 研究者让256位妇女被随机分为两个小组。 其中一个小组的成员将会得到有关运动对身体的好处, 并且希望增强运动。 在一个小时内进行物理思考, 并建立相应的实施异象。 比如,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你可以在外面跑步半个钟头。 另外一组则是控制组的人, 他们也能接收到健康讯息, 但是没有进行W6P思考。 随后的研究结果显示, 在训练后的一个星期里, 他们的运动水平显著提高。 一周之后, 与沃普思考之前相比, 沃普组的参与者, 每周的运动时间和一个小时的训练时间都要长。 而且, 这个能力是可以持续的。 沃普组的人, 只是做了一次沃普, 然后就没有继续做了。 但四个月之后, 他们的训练强度依旧很高, 没有太大的改变。 如果能有规律地进行沃普训练, 那么, 脑力训练的效果就会更持久。 研究人员还进行了许多试验, 结果显示, 从改善人际关系, 借掉不良的坏习惯到提高学业成就, 都可以帮助人们在不同的领域中找到正确的目标, 并且通过不断地努力, 克服困难, 最终达到自己的梦想。 在此, 我们将对第二部分的看法进行概括。 沃普思考包括了心理对比和行为意向。 所谓心理对比, 就是想象一下自己的未来, 然后去想现实中的困难。 这样我们就能找到自己能达到的目标, 并且付诸实践。 实施意向是指在遇到困难时, 根据情况A, 我将采取措施B, 这样我们就不会在困难面前犹豫不决, 从而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心理对比与实施意向的结合, 构成了一种能够被广泛运用的物理思考。 好了, OP思考是什么? 接下来的第三节我要讲的是, 怎样训练OOP思考? 一次网络思考的时间可以是几分钟到十分钟, 这取决于个人的技术水平。 因此, 首先要找到一个, 可以让你自己安静下来的地方, 让你的电话处于静音状态, 让你手边没有什么急事, 可以让你集中精神。 WOP思考的第一步, 就是要弄清楚自己的欲望。 你可以放松, 深吸一口气, 思考一下自己认为可以达成的愿望。 这个愿望的, 完成时间不限, 可以是当天完成, 也可以是一个月内有几个新客户, 或者是一年内减肥十斤。 如果你有多个心愿, 就集中精力, 想一件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步是想象, 你要尽量想象出你的愿望, 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你想要减肥, 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你瘦了以后, 你的身体会变得多么的强壮, 你会有多么的漂亮。 假如你想要得到提升, 那么你可以想象, 当你有了足够的金钱, 可以在米其林餐厅享用美味的食物, 或在国外旅游一次。 第三步就是考虑那些, 妨碍你实现愿望的障碍。 找出那些你觉得最重要, 最令人烦恼的问题, 也许是一些特定的行动, 比如喜欢睡觉, 或者是一种情感, 或者感觉, 比如疲惫, 紧张, 或者是一种想法。 比如太在乎他人的眼光, 而忽视了自己。 你要继续深入挖掘, 发现那些你觉得最重要的障碍, 并设想它会怎样阻止你。 在这一步中, 你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阻碍, 而你自己却无法克服。 在此期间, 你还可以考虑放弃这种欲望, 选择其他的欲望, 并再次练习不去思考。 第四步是做好规划。 如果你觉得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你就可以根据你所想的问题, 建立相应的实施意向, 并且反复地告诉自己。 就像你一直在跑步, 但是每天从工作到家都感觉很疲惫。 这样的话, 回家之后, 我觉得很累, 就会先听十分钟的音乐, 让自己轻松一些, 然后再去跑步。 至此, 一套完整的心智训练就结束了。 物体思考训练是很有弹性的, 不管是在家里的公司里, 还是在飞机上, 你都可以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来练习。 做更多的床上思考, 做更多的梦。 与困难状况和行为的关系愈密切, 你的行为也愈有能力。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物谱思维的四个要点。 第一条, 假如你刚刚开始学习物品思考, 首先选择一天内的短期愿望。 比如, 今天跑步半个钟头, 或者晚上和女友一起出去吃个饭, 可以让你更好地看到东西, 更容易思考, 更容易树立自信。 第二个问题, 尽管之前已经提到可以随时进行物理思考, 但是对于初学者最好在早晨进行。 有句谚语说得好, 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早晨起床。 你可以尝试一下, 在上班之前, 根据自己的工作欲望, 比如完成一份计划书, 或者和老板商量一下, 然后再去执行。 在以后的工作中, 你会发现自己可以轻松地处理所有的问题, 而不用去想, 就好像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指引着你。 当你在晚上入睡时, 你可以回想起早晨的物, 思考是怎样影响一天的工作, 这样你就能更好地了解物体思考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 我们不能只看表面, 要深入挖掘, 寻找最想要的欲望, 最重要的阻碍。 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物理思考。 当一个人有了明确的欲望之后, 他的第一反应也许就是停止喝酒。 但是, 这是否是他最渴望的呢? 在他看来, 只要不喝酒就可以了。 他若能深刻地思考, 或许就会明白, 自己真正的愿望是做一个好丈夫, 好父亲, 并得到家庭的宠爱。 不喝酒仅仅是实现自己的欲望的一种方式。 最渴望实现的目标, 往往会让人充满动力。 此外, 一些心愿的达成, 往往也会导致很多变化。 例如, 想要得到家庭的宠爱, 不要喝酒, 要多陪陪家人积极地沟通感情。 所有的变化, 都能让我们明白, 物理思考的力量。 思维障碍也是如此。 我们首先想到的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 比如酗酒, 一个人不一定是因为喜欢喝酒, 而是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喝酒, 他要面子, 不能拒绝。 或者说, 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结束了。 借酒消愁。 只有了解了这些关键的障碍, 我们才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第四, 要适时地调节欲望。 时过境迁, 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因此, 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去寻找那些最适合我们现在的欲望。 比如, 一个销售员想要一个月下十个订单,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会意识到自己的任务难度是错误的, 十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所以他必须要做更实际的事情。 另一种情况是, 当我们在乌普思维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了更深层次的欲望。 那时候, 我们就会把它作为一个目标来练习。 好了, 现在我们来对第三节的看法进行总结。 物理思考分为四个步骤, 明确愿望、 想象、 结果、 思考障碍和规划。 要使物质思考更有效率, 我们可以从一天的短期欲望着手, 然后在早晨进行互补性思考。 同时, 要不断深入自己的内心, 发现自己最想要的欲望和最重要的阻碍, 并且要适应现实的改变。 至此, 物补性思维心理学已经基本完成, 让我们重新看一遍这本书的要点。 不顾及现实的阻碍, 只会使人失去行动能力与理想渐行渐远。 这是由于乐观的幻想会使我们的头脑认为 它已成真, 并不愿意采取行动。 而乐观的幻想则会使我们失去对基本事物的冷静判断, 从而使我们无法达成理想。 实现梦想的科学途径是物质思考, 这包括了心理匹配和实施意想。 心理对比是指想象自己的未来, 然后考虑现实中的阻碍。 实施的目的是要根据一种形式来制定计划, 即一旦出现一种状况, 我就会采取措施。 这两种方式将使我们发现可靠的梦想, 使我们更加乐观地面对困难, 并使之能够长久地保持下去, 直到实现自己的理想。 握不思考分为四个步骤, 明确愿望、 想象、 结果、 思考障碍和规划。 一开始不思考的时候, 可以从短期的欲望开始, 然后再早晨做。 同时, 我们也不能只停留在表面, 要深入挖掘自己最想要的欲望和最重要的阻碍, 并且要适应现实。 这是最好的办法。